Hello,大家好,这里是脑人言,给你讲一个大脑的故事 我是主播Sirco,今天的主题是我们的实验动物朋友,鼠 自工以来,老鼠在我们眼中的地位似乎并不高 民俗中就有老鼠偷游的故事 还衍生出贼美鼠眼这类的负面成语 更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等俗语 但是,老鼠的一些天赋也是机灵的代名词 比如,嗅觉灵敏,警惕性高 加上它的身体十分灵巧,穿墙月壁,奔行如飞 然而,不同的土壤云与不同的文化 在印度安德拉邦的戴士诺盖村 人们认为老鼠是女神Dougar的化身 这里的卡尔尼玛塔神庙专门供奉老鼠 神庙中生活着数万只老鼠 还有专人为它们提供食物 在这里,伤害老鼠被认为是极大的罪过 鼠科动物中的一些鼠种 甚至凭借它们超出常鼠的颜值和卖模技能 俘获人类的芳心 让不少人心甘情愿地为它们尝试 其中的优秀代表是采钻人的仓鼠 和肉肚肚的河南猪 那么鼠又是怎样从米缸进入实验室 怎样从不见天日,人人喊打的偷窃者 变成科学家们依赖的实验贡献者的呢 一般来说,实验中所使用的老鼠可以分为小鼠和大鼠 注意喽,它们的区别不仅仅在体型上 这两类实验鼠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首先是C57BL6小鼠 它是第一个完成基因组测序的小鼠品系 该品系乳腺肿瘤自然发生率低 对放射性物质耐受力中等 教育诱发免疫耐受系 常被认作标准的金胶系 为许多突变基因提供遗传背景 品系稳定,抑郁繁殖 实验结果精度高,可比性好 应急反应均一 主要用于肿瘤学,生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研究 KM小鼠,即昆明小鼠 一直是我国生产量使用量最大的远胶群小鼠 基因库大,基因杂合率高 肿瘤自发率较高,占淘菜鼠的22% 且从生产第一胎就开始出现 此外,KM小鼠抗病力和适应力很强 繁殖率和生活率高 对广泛应用药理学、毒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以及药品、生物制品的生产与鉴定 接下来是BALBC小鼠 主要特性是对致癌因子敏感 用乳腺肿瘤病毒诱发时发病率高 它有一定数量的暖潮、身上腺和肺泡肿瘤 血压与其他静胶系小鼠相比为最高 有自发高血压症 广泛应用于肿瘤学、生理学、免疫学、核医学研究 以及丹克隆抗体的制备等 威斯塔大鼠是1907年由美国威斯塔尔尔研究所预成的 性情温顺 对传染病的抵抗力较强 自发性肿瘤发生率低 十周临时雄性大鼠体重可达280-400克 雌性大鼠达170-260克 SD大鼠是由威斯塔大鼠培育而成 生长发育比威斯塔大鼠快 虽然性情比威斯塔大鼠凶猛一些 但是它比威斯塔大鼠的适应性和抗病能力更强 尤其是对呼吸道疾病的抵抗力 所以受到实验怒母的青睐 十周临时雄性大鼠体重可达300-400克 雌性大鼠达180-270克 自发性肿瘤的发生率较低 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强 对性基础敏感性高 广泛用于药理、毒理、药效及GLP实验 Long Events大鼠 1915年由朗格和伊文斯 用野生雄性荷家鼠 与雌性百花大鼠交配配一二长 体型比威斯塔和SD大鼠小 头颈部毛色为黑色 背部有一条黑线 尾部为黑白色或黑色毛 攻击性较强 湿层经交叉的比例较低 视网膜色素上皮层 更接近人的视网膜结构 在行为、认知和视觉方面的研究较有优势 通过对PubMed中303篇文献的随机抽查 鼠作为实验动物的比例高达98% 其他如使用兔子、白柚、豚鼠和横和猕猴的文献 总共占据2% 同时发现91.1%的文献中 使用了小鼠作为研究对象 6.9%的文献中使用大鼠作为研究对象 下面我们以小鼠为例 来说明小鼠作为实验动物的各种优点 以及人们对它的误解 1.鼠类基因组与人类基因组高度同源 从进化学的角度上来说 鼠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代表 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除了小鼠以外的其他四种模式生物 斑马鱼、爪蝉、果蝇、献虫 都至少在2.7亿年前就在进化上与人类走到了不同的分支 2002年 小鼠基因组的撤去工作初步完成时 研究者们分析了小鼠基因组序列中的99个基因 其中有96个基因能在人的基因组序列中找到同源序列 证实了小鼠与人类在基因水平上高度同源 再者 小鼠的生理生化指标及其调控机制和人类相同或相似 它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推演到人类 因此 对小鼠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2.小鼠是经济性实验动物 小鼠的繁殖能力强 生殖周期短 金胶系小鼠一胎生于5至10只幼鼠 远胶群的小鼠的生殖能力更强 这些幼鼠在10周就能达到性成熟 开始繁衍下一代 小鼠没有亲子相残的行为 生产后的雌鼠和幼鼠仍可以和雄鼠同龙 这样不但确保了幼鼠的成活率 同时也能提高交配的频率 确保了繁殖的高效率 小鼠饲养相对简单 小鼠体积小 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大规模饲养 因而十分有利地进行大规模的实验 三 小鼠形成了各种实验用近交系 使用遗传背景基本一致的近交系小鼠 获得的实验结果容易在不同的实验室重复 这就使得实验结果更容易被接受 这也是小鼠作为模式生物的主要优势之一 四 小鼠遗传操作系统 2003年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完成时 美国冷泉港欧美科学家们提出 突变所有小鼠蛋白编码基因的想法 这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后 提出来的最雄心勃勃的大科学计划 最近一些欧美科学家们讨论将小鼠基因大量人员化 以产生许多更接近人类的机密模型 这可能是继大规模小鼠基因敲鼠计划后 又一种打战略发展方向 关于实验鼠 人们还存在许多误解 误解一 小鼠好脏好恶心 这可真是冤枉小鼠们了 毫不夸张地说 正规的小鼠饲养环境非常干净 甚至比我们的生活环境都要干净 小鼠饲养在专门的动物房里 大多科研和教学机构都会开设专门的场地 用于饲养实验动物 这样的动物配套建设了屏障环境设施 可以满足无特定性病原体积实验动物 屏障系统相对封闭 进出屏障的人员 动物和所有物品都要经过严格的卫生物控制 甚至是空气都要经过多极过滤除菌才能进入屏障 在我们艰难地呼吸着地堆的雾霾时 小鼠们却丝毫不担心PM2.5指数 但是这样干净的环境 也引起了研究者对小鼠作为实验动物模拟人类疾病模型的质疑 小鼠通常在医学实验中使用 前提是它们的反应与人类的反应足够相似 因此它们可以充当替身 相反,实验室的一尘不染 也可能意味着小鼠有事太健康 无法充当疾病的有用模型 误解2.小鼠很凶,很容易咬人吧 其实现在的实验小鼠经过人工繁育这么多年 早已不像野生家鼠那样凶猛 实验小鼠几乎已经丧失了它们祖先的全部野心 我们做实验时,把鼠中的盖子打开 小鼠们也不会越狱 只是会好奇地探出头戴秀一秀 然后接着享受在鼠中里有吃有喝的美好生活了 在操作实验小鼠时 只要掌握正确的抓取手法 小鼠也很难对操作人员发动攻击 毕竟这小家伙即使到成年也就半个iPhone Plus那么大 五节三,用动物做实验好残忍 在实验中,如果对小鼠造成伤害 无论是生理上的损伤还是心理上的恐惧 都会影响小鼠的状态 造成实验结果的偏差 所以说,减轻小鼠在实验中的痛苦 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 更是实验专业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在做动物实验时 一定要考虑我们的操作对动物的影响 适当的handling和restraint 说白了,就是要让小鼠舒服 有助于动物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handling过程中,可以用双手的手掌包围 通常大鼠或者小鼠喜欢待在笼子的角落 此时,可以在不施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 用双手在大鼠或者小鼠下方 将整个大鼠或者小鼠抬起并转移 或者使用玻璃容器或塑料容器 容器的开口刷下笼子的壁 鼓励小鼠爬进容器 或使用柔软的毛巾包裹住实验鼠,使其放松 麻醉是保障动物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6年9月,我国科技部发布了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规定在实验动物应用过程中 首先要控制动物的疼痛反应 必须使用合理剂量的麻醉剂、症痛剂或者症经剂 否则不但有虐待动物的嫌疑 而且会影响动物机体的正常生理 进而影响实验结果 目前国内用于大小鼠的麻醉药物主要有 乌巴比妥纳、乌拉坦、水和绿泉和绿氨酮 或者吸入式麻醉来保障动物福利及实验有效进行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中还明确地规定了 处此实验动物时,需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实施安死疏 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颈椎脱臼法 除此之外,断头发、吸入二氧化碳、过量麻醉剂、镇定剂、 肌脉注射空气导致栓塞死亡法 都是非常常见的动物安乐死的处置方法 被安乐死的动物尸体会被实验人员送往专门的尸体回收处 在这之后会有专门的处理实验动物尸体的公司上门来回收 它们会根据动物尸体的情况和实验类别 对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通常是焚烧、掩埋、碱水解、易聚合和炼制 最后,感谢为科研先生的实验动物 它们为人类探索生命的奥秘 攻克癌症的堡垒 研究各种疾病衰老的激励 检测药品的安全性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下方关注 创作不已,拜托啦 这里是脑人员,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